我的前男友竟然是我领导 要来为大人我 听说啊 公民这个总公司创收一个月 现在叫来我们公司做总裁 今天我就来带你们吃吃瓜 陈可欣 我去你怎么在这 怎么跟周总说话呢 见到老板 不是要先打招呼吗 小老板就是没人的 周总啊 这人挺有事啊 你别跟他一般见 我和你说话了没有 招呼你终于来了 我正等您敲定那个年终盛典 没问题了 走吧 你也一起来 可惜把东西收了 那前台丢什么的 我去他怎么会成为我领导啊 你们别看他现在人模人样的 当初可是他说他要出国身套 才跟我提的分手 你现在人数最高不行 他现在身典不是有公司丢人的 你就不丢人了 可欣 日子公司连出新一点 就为你去参加了 等下就找墙子搭配套衣服 诶 周总 我现在还真是有事了 快欣 太晚了 不认识 很这么委屈 这儿就从你来去的那也 说什么小话呢 赶紧工作去 嗯 小的就是我 原来你不是挺刚的吗 现在怎么这么走了 文玉接个电话 一会儿找你啊 对 浩哥 年终胜利不还是我去更合适吗 是不是也好 客家 马上就年底传篇了 你说你花那么多心思去参加什么年终胜利 到时候过年流量期发不了篇 你不是拉低了粉丝的年性吗 浩哥 你要是不想让我参加的话 你可以直说 没有必要去找这些观点堂皇帝 不是 我说你怎么好赖不分的 有人对我的指令杨风以为 不是 周总 您误会了 我不想再提过 来之前就已经了解过了 总是作为区别对待 不要再让我看他 就走吧 怎么 还生气呢 我哪敢在公司谁有数据 谁才有资格说话 其实我看到王后也已经不爽很久了 那这样子 如果这一期视频你爆款的话 那我给你出现机会怎么样 真的